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呆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三百一十八集 叫嚣着的,大多数都是男生 女生们演太久,绷不住笑到沙发上 亲战书闷熟路的 人太多了,一行吧 不行,我们是那种一行就能收买的人吗 秦冉拉开了一张椅子坐下 双手还胸,抬一抬下巴 一人一张神牌 班长带头十分恭敬地给秦冉倒了一杯茶 然姐,我们慢慢来,不挤 神牌不神牌得无所谓 待我们上九星你也太累了 一行就行,主要我们也喜欢待在一行 程管家一脸懵逼地看着酒班的这群人 WTF?神牌是啥玩意儿啊 他原本以为秦冉可能要跟这群人打一架 这就解决了 程管家,你先去对面吧 秦冉接过来班长的茶 这才看向程管家,让他先出去 程管家一脸懵逼地出了大包厢 又一脸懵逼地进了小包厢 小包厢内,程老爷子换了一套衣服 正金威坐着 因为时间紧急 宁晴也没有订到什么好包厢 就在十八层楼的大厅 秦宇这个面子,林家人一定会给 秦宇也邀请了原先一般的学生 能来的只有寥寥几个 剩下的都是林家的商业对象 至于宁家老舅妈那些亲戚啊 因为时间问题,宁晴就只打电话通知了 并没有一个个的邀请过来 秦宇高考大捷 又是现在京城小提琴协会的红人 就算是林婉也一大早就放下了手边的事 从京城匆匆忙忙赶回来了 林婉毕竟是经常沈家的人 跟林家的其他人不同 宁晴跟秦宇亲自去机场接了 秦宇跟林婉坐在后座 宁晴坐在副驾驶 我在京城也有听说 这次高考都很受几大高效的重视 林婉听说了秦宇的成绩 微微眯眼 你这成绩 考艺术生的话 精大应该是够了 Y省每年理科分数位次在 前两百名的才能进京大 秦宇这排名进京大勾强 但走艺术生绰绰有余 再加上秦宇还是代然的徒弟 更是加分项目 宁晴露了个笑脸 言辞有些骄傲 月儿刚刚打电话给她的老师了 她老师也很满意 林婉看了宁晴一眼 伸手将头发拢到耳后 笑着说 嗯 话说回来 我记得秦宇今年也有参加高考吧 他考得如何 孟家跟秦宇受伤的事情被封锁起来 牵涉太多 林婉只知道孟家失事 却不知道 这里面还有跟秦宇的关系 宁晴一浪 今天一天 她都在跟林家宁家这些亲戚打电话 还真忘了秦宇今年也参加高考了 这种时候提起这个 她笑容淡了些许 心思也微微发沉 想起了她跟秦宇几乎磨合不了的关系 敏纯 啊 她手出了点问题 今年没法参加高考 是吗 林婉淡淡淡一笑 没再说话 她跟秦宇闹过不愉快 自然也知道秦宇是个混混 这会儿提起这个 明显是有些看热闹的语气 宁晴的脸色稍稍显得胶硬了 至于秦宇 成绩下来后 她一心就想着京城小提琴协会 今年的提名名额 若不是林婉提起秦宇 她都忘记秦宇这个人了 至于秦宇考多少 现在她根本就不关心 也不在意 林家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现在酒店喜宴 都会在大门口的荧幕上挂上贺词 多人的话就轮番播放 新婚贺词 英童周岁贺词 寿宴贺词 高考贺词 今晚 大多是云城考得好的高考分数贺词 宁晴等一行人下车 今天云顶酒店的停车位几乎停满了 宁晴带着两人朝大门的方向走 秦宇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她邀请了徐妖光 不过徐妖光一直没有回她 她眯了眯眼 没有再看了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六点 但是因为初夏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 路灯也没有打开 但酒店大门上方荧幕上的字迹 却是非常的明显 秦宇看了一眼 轮波正好到他们包厢的贺词了 热烈庆祝秦宇同学 高考取得六百四十九高分 只看了一眼 秦宇就不太在意地收回了目光 林婉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发了张朋友圈 才看向秦宇 我们走吧 两人率先往前走了两步 到酒店门口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宁晴 秦宇十分意外地往后看了一眼 宁晴停在了大门口 正抬头看着荧幕上的贺词 眼睛发直 妈 秦宇跟林婉看了一眼 都挺意外的 她往前走了一步 想要看看宁晴到底在看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这个表情 她走到宁晴的身边 顺着宁晴的目光往上看 屏幕上一轮轮波还没结束 清清楚楚显示着贺词 本店协同所有员工 热烈庆祝秦燃同学 高考以747高分 取得Y省状元 高考分出来 秦宇并没有关注 是谁得到了高考状元 云城市状元不是徐妖光 就是潘明月 这两个人 秦宇都不太关注 可现在这屏幕上显示着什么 秦燃以747高分 取得了省状元 这是秦燃 怎么可能呢 秦宇脑子里一片乱糟糟的 胡思乱想着 同名 应该是同名 今年的卷子这么难 秦燃她能考到747吗 秦宇甚至怀疑 她现在是不是在梦里呀 她能考到649 就被林家人吹嘘到不行了 分数越往高 差距越大 747跟649 不仅仅是98分的差距 而是一个几乎越不过去的红钩呀 宁秦没有说话 她只是拿出手机 进了横穿衣中的官网 因为过分震惊 她的手指有些颤抖 点了好几下 才点出了官网页面 官网首先谈出来新闻页面 就是高考大捷的页面 省一 省二 省五 都在横穿衣中 宁秦死死盯着 手机页面上的第一个名字 横穿衣中 九般 秦燃 她几乎能清楚听到 自己心跳声 咚咚咚咚的跳得极快 几乎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林奇因为公司里的事情 来得稍晚一点 却没想到 这三人都站在酒店门口没走 宁秦耳朵也是轰鸣声 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 只是呆呆地看着手机 自然也没有回应林奇 她这个态度 让林奇觉得奇怪 这会儿 荧幕上的庆贺词 已经跳到下个人那儿了 林奇没有看到 但她却注意到 宁秦手中的手机 走到她的身侧 低头一看 她素揽温和的脸上 也瞬间崩裂了 这 这是冉冉 林冉那一家人 因为秦冉的高考成绩的事情 一整场的饭局 几乎都不在状态 这些秦冉等人自然不知道 这些年轻人 经历可真旺盛呀 酒班的包厢对面 看到这群年轻人 终于散场了 程老爷子才走出来 说是平日里这么晚 程老爷子早就睡了 今天 却神采奕奕 这个小包厢 基本上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 十点就散场了 程老爷子就跟程俊等人 坐着聊天 你什么时候 跟徐家人这么熟了 程老爷子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杯养生茶 精神奕奕地看向程俊 程俊的坐姿就没他这么好了 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有些昏昏欲睡的 我跟他们不是特别熟 被程老爷子一问 他也清醒了 然后撑着沙发站起来 他低垂着眉眼 整了整衣袖 才不急不缓得到 我去对面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